Heyo 聊四季 天天怒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我們來看亞美尼亞人 最常波士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好 11月1號我們的王室山脈終於正式改版了 那這場比賽我就來為各位解說一下 新文明的特色及打法 那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的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一開始這個羅車 是有這個25%的減免的 但他一開始是沒有像喬治亞人 有獲得一台免費的羅車 所以他要照的話 一台羅車的照價也會比喬治亞人更便宜一點 減少25%我覺得是減蠻多的 那他的羅車的技術研發 研發這個一級木偶跟這個彩晶技術 這個效果是跟以前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一級伐木是加20%的這個採集速度 但是他這個亞美尼亞人的一級伐木 點下去之後是加25%的挖掘速度 那採金採石呢本來是加15% 那他獲得的效果是增加成為18.75% 那三級伐木呢本來是加10%的伐木的這個速度 他是增加12.5% 所以亞美尼亞人 如果可以再更快點下自己的伐木科技的話 他的經濟有會非常好 獲得更多的木頭就可以產出更多的農田 進行轉兵或是攀科技 那亞美尼亞人他本身是一個海軍步兵文明 但是他的寶兵是這個我們的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的弓箭手非常強大 他的缺點就是血量少 然後射程比較短一點 那亞美尼亞人呢 主要還有這個戰鬥僧侶可以使用 那他應該叫做 正式翻譯叫做戰鬥祭司 那戰鬥祭司的血量 他可以後期高達125滴血 他的精冠技術點下之後 所有步兵血量可以加30滴血 那是不含 不含這個長槍兵的部分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後期 戰鬥祭司跟劍兵勇士都蠻強勢的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新的波斯人 那波斯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現在又變回了決定版 剛開始的這個波斯版本 黑暗時代就有5%的工作效率提升 這個城鎮中心 那這個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提升 是包含織布技術還有生殖帶的時間 所以波斯造村民 還有這個科技的研發都是非常快速的 他剩下來的時間 就可以讓他多按幾隻村民 打出這個經濟優勢 那我們先看到現在來到14村之後 波斯跟亞美尼亞人的村民處 差距有點開始拉開囉 那又一部分是因為亞美尼亞人 這邊TCDelay來到了3秒鐘 所以這個村民差距又會變得更明顯一點 那波斯人這次改版 主要是讓他增加了一些新的東西 那他的遊俠 不是升級遊俠了 而是升級為這個薩瓦爾奇兵 那這個薩瓦爾奇兵 是比遊俠少15滴血 但是遠防多一點 讓他能更扛箭矢 當然他這一把遇到的是亞美尼亞人 他的弓箭手是可以無視對方防禦力的 所以波斯人這邊升級薩瓦爾奇兵 可能會比較沒有意義 那他的戰象呢 是有這個免費的以前的精冠科技 相夫技術 而且他的對建築物傷害 已經增加額外30的傷害 所以波斯人的寶兵戰象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工程單位 但是他又比一般的裝甲戰象還要更厲害 一般的裝甲戰象是打建築物很強 但是波斯不管是打建築物還是打單位 都很強 那這次戰象的升級 可能會讓波斯人 以後出戰象 再也不是兵業的選項 而是戰術需求 而出的單位 波斯的金冠也被取代掉了 變成城堡科技 那城堡科技呢 可以讓城堡攻擊力加3 而且對這個衝撐呢 也有再加3的傷害力 那對步兵也有一些額外增傷 所以波斯人的一個後期打法 比較適合打這個騎兵路線 還有這個陣地戰 都是滿適合波斯人的 那波斯人的波斯公兵 依舊還是存在的 所以波斯人後期打波斯公兵 配上自己的薩瓦爾騎兵 還是一個比較主流式的打法 波斯戰象 比較是看情況而出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T90 這邊出的是波斯 然後打出了二棒棒 開局騷擾的一個策略 那這邊二棒棒騷擾 不知道能不能打高一點東西 那稍微再補充一下波斯的這個 城堡 金冠科技喔 他還有在減免自己 受到的傷害25% 所以巨頭打波斯金冠之後 會減少25%傷害喔 讓他這個效果 波斯人的城堡 會更難慘一點 好這邊看到兩棒棒 直接卡住這隻村民 這隻村民可以往右走 然後這隻可以往右 稍微卡下這隻殘血的 去收掉 哇這邊開局 直接收掉一隻村 但這兩隻民兵 有點被卡住 被村民直接尋毆一波 被收掉了一隻民兵 一隻棒棒 換一隻村 一隻村民相當划算 而且波斯升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工作效率提升到了10% 村民差距默默的被打了出來 19村對上22村 這就是波斯喔 這個城鎮中心 工作效率很厲害的地方 暴農一波喔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那亞美尼亞人 這邊點下了一級農 還有這個伐木技術喔 好那伐木技術點下之後 他的經濟應該是 稍微可以追到波斯人喔 但波斯人這邊村民優勢喔 還是比這個伐木技術 更為有優勢一點喔 畢竟人口數喔 才是重點喔 這個科技的一些優勢喔 等到要兩邊人口一樣的時候 才會展現出來 還有這個伐木技術的優勢喔 還有財經的優勢喔 好那亞美尼亞人 這邊是轉出了工兵開局喔 通常步兵文明開局喔 封箭時代打的不就是棒棒 不然就是肉馬 工兵路線 也是很蠻常見的啦 講時代的 其實步兵文明的喔 都是封箭時代打肉馬 工兵喔比較多喔 比較會少打這個 瘋狂出裝甲的路線喔 那亞美尼亞人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喔 他可以在 封箭時代的時候就升級長槍兵喔 所以他的長槍兵呢 本身 不是長槍兵啊 長劍兵 那他的長劍兵喔 算是比較厲害一點喔 在封箭時代來說 如果要打負面的情況下 所以這邊看要不要亞美尼亞人喔 去存個200肉 點一下長劍兵的升級喔 直接爆打一下這邊的垃圾兵喔 槍兵啊 毛兵喔 直接被長劍兵給 咬定喔 是有可能的喔 但這個能力喔 比較特別的是喔 他這個長劍兵喔 是封箭時代可以升級 但黑色時代喔 是不能升級裝甲步兵的喔 所以亞美尼亞人喔 這個能力主要還是在 城堡時代可能會比較常見一點 或封箭時代 那黑暗時代是不可能會升級 裝甲步兵的 好那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起來兩邊沒有要繼續開戰 那由於新文明喔 我現在還沒有記的非常熟 所以現在都是用 印象中的能力喔 去記的喔 所以講的比較頓得一點喔 還請各位多多包含一下 好那目前看到波斯蘭 點一下的是輪軸技術喔 那輪軸技術補下之後 他的波斯的工作效率喔 會提升一個檔次喔 最近現在封箭時代 他就有工作加手 村民術很多喔 利用這邊村民術的領先 在補下輪軸 經濟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這邊工兵出發 結果毛兵沒有抓到 工兵出門的路徑 但這邊工兵出去 可能也很難騷擾到 後方的一些經濟單位喔 好前方的毛兵 直接暴打 這邊挖果子的村民喔 好這邊工兵抓到肉麻 肉麻直接躲掉箭矢 好 兩名尼亞人 補下來一擊射 轉出了三隻肉麻 本沒有打長劍兵的升級 好看一下這邊封箭的操作 應該是小打小鬧 稍微拉扯一下 不要正名決戰 工兵數量保留多一點 但毛兵直接往上前貼住了 好但是這邊肉麻的數量不夠多 所以毛兵暫時打不太贏 工兵只能先撤 或是這時候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也點下一擊挖金 工兵鎧甲也補不下了 好 我們先看到亞美尼亞人 這邊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準備要來打奴兵 雙射箭場奴兵的開局方式 那亞美尼亞人的奴兵 跟這個 他的寶兵 复合弓軍手比起來 他奴兵的射程 是比寶兵還要再多一點點的 好這邊波斯人決定要用大量的毛兵 直接往前壓 想要讓弓兵的數量 再稍微減少一些些 這邊T90反應相當的好 瞬間收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打完之後開始往回走 五隻毛兵 開始往後側 他命戳個一下 再戳 哇靠 戳到兩槍 殘血 T90這裡城堡時代上去 應該會先打個一波騎士 波斯本身就是一個馬國 所以打騎士也沒問題 但他這邊的資源 是直接投資帶來槍兵上 還有二騎士 並沒有要直接打騎士路線 是打一個防守陣 那鴨妹尼亞人這邊 也不一定會轉出 這個騎兵單位 畢竟他的寶兵是弓箭手 而且他步兵也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這邊轉長槍兵 可能有點 算是小小的誤判情勢 跟槍兵升上去 可能什麼東西都打到 這機率是蠻高的 可能只能打到這個肉馬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 亞美尼亞人 先升的是二騎士 待會奴兵應該也會up上去 波斯這邊也轉出了戰毛兵 波斯目前的打法是 想要用自己的垃圾兵 凍裝長槍兵 配上戰毛兵的防守策略 3TC先開農起來 是波斯的主要策略 這個打法也是比較常見的波斯戰術 這個打法非常強大 如果後面再開出一個城鎮中心 4TC開農 等於是五個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非常強大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還有一個特殊能力 他的這邊要塞 這個叫做強化教堂 不叫要塞 強化教堂 反正是想要叫他要塞教堂之類的 沒關係 那官方證明是這個強化教堂 他一蓋下去之後 會馬上獲得一個免費的聖物 所以地圖上的五個聖物 目前都還在地圖上 但他卻有一個聖物直接蹦出來 直接強制讓這個比賽 變成六聖物的開局 所以以後亞美尼亞人也可以搭配 隊友立陶宛 直接送立陶宛隊友一個聖物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強化教堂呢 只要放進聖物 他就會自動射箭 其實蠻不錯的 而且可以讓村民住進去 讓他村民跟生旅都可以 住進去聖劍 都是ok的 而且這個教堂 是需要兩百木頭的 比修道院貴了二十五木頭 但是可以自動射箭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自動射箭 是一定要住進聖物 這兩個要補充一下 好 那亞美尼亞人的強化教堂 大致上就是會自動射箭 還有這個免費的生物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這個戰鬥祭司可以使用 跟喬治亞人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喬治亞人喔 他的是強化教堂 再讓他的周圍的地方 讓村民的工作效率提高10% 那放在這個挖礦的地方 或是農田的地方 都是比較好一點的 畢竟你挖木頭嘛 你的村民會一直移動 不可能你的教堂也邊挖 然後邊移動 所以一定要在一些 比較長期待的地方 插向強化教堂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 踢亞美尼亞人 直接用強化教堂做防守 但強化教堂的射程 跟城市中心是一樣的 射程都只有6而已喔 所以他現在手很短 是沒有辦法反擊回去 打這個星星投石車的 但他的優點就是不需要石頭 就可以住進村民進行射箭 好 那這邊就有點失誤囉 你看他這邊開始攻擊城市中心 如果這邊進駐強化教堂的話 就可以射箭反擊回頭石車 頭石車就會受到傷害了 所以這邊如果要打城市中心 就要先越過強化教堂 好 那強化教堂的防禦力其實很不錯喔 遠防有時 近防有事喔 比城市中心喔 遠防還要再多高一些喔 所以暫時當城市中心的肉盾來說 是相當優秀的一個選擇 好 那後方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3TC開內容 開始往外擴張 好 那這邊打一個垃圾 身投戰術 還配槍兵戰錨 什麼都有 大雜營 那亞美尼亞人遇到這個組合的情況 通常只能用這個戰鬥僧侶 或是用投石車稍微反思回去 那波斯本身是沒有救贖思想的文明 所以投石車目前是可以快速解決對方的 投石車的問題 也不用怕對方有475就足思想 畢竟一隻戰鬥祭司喔 是需要這個60黃金30肉的 黃金的需求量還是挺多的喔 所以投石車能互換掉的話 還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壓著打有點難受 現在村民處差距是76吋 對上97吋 村民處差距約為21吋 非常的龐大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手推車也已經點下了 波斯這邊投石車 繼續產出 那波斯這邊待會 可能是要先點下帝王時代 才會去轉手推車 還是他還是要直接先補呢 感覺先補手推車其實也不錯 畢竟自己村民處已經來到100吋 100吋 100吋補個手推車其實不過分 還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升級時間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轉過來的是 更多的投石車 弓箭手的部分並沒有在家裡 我是在野衛上方 這邊準備要來開打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戰武兵在追逐 所以弓兵戰死也沒有辦法 騷擾到T90後方的經濟 這一波老頭稍微補一下血 好 亞美尼亞人直接點出了475 救贖思想還有神聖思想 後面是增加生魚的血量 還有這個招響工程器的能力 那這個救贖思想點完之後 對方的建築物也可以招響掉 好 T90這裡補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好 投車互換一發 但是人家是高地喔 所以活了下來 好 T90補下了馬卡 亞美尼亞人這邊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進行防守 工兵小心 不用小心了 好 工兵消失了就不用小心了 這樣一切都合理了 人被殺就會死嘛 對不對 太聰明了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時代差距約為2分50秒 好 以上帝王的波斯 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這一根堡要升級起來有點困難 好 那這個羅車呢 可以隨著村民一起跑一跑出 那說到這個羅車喔 一開始我在打這個文明介紹的時候 我打羅車 然後有觀眾跟我表示喔 那個時代可能是 鯉車更有可能 因為那時候的 羅車喔 羅子可能比較少一點 必須是需要經過鯉子 雜交之後才會出來羅車喔 所以鯉車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結果正式版出來 還是羅車啊 所以根本不是鯉車 這只是做改版資訊的一些小小 小小的一些事情 當然我在影片後面有補充喔 這個正式版還是 還是正式的移程喔 那我們這些移程都只是暫時翻譯的喔 那以正式版為主才是重點 畢竟獲取資料時間 只看了大概2-3個小時喔 就發出這些改版資訊喔 其實有些資料是不謹慎的 當然資料越早出來是大家越想看到的 對不對 那當然啦之後我會盡量把這個資料弄得更準確一點喔 再發布出去喔 這是我會盡量做到的事情 那目前看到亞美尼亞人 剩下了級兵的升級 還有步兵的二級鎧匠 那這個羅車的好處就是可以到處移動喔 那像現在這樣子如果帶回黃金刮完 這些羅車還可以到處去伐木喔 或是去把這個羅車放在這裡 讓石頭挖得更快一點 那我們現在看到 波斯蘭已經點下了薩瓦爾奇兵喔 那薩瓦爾奇兵呢 他這個血量我們剛好講 血量比遊俠少了15滴 但是遠防多一點 那印象中喔 他跟遊俠互打 好像會輸給遊俠的樣子 但是打弓兵來說的話 他比遊俠更能扛喔 扛弓兵的傷害 所以這個薩瓦爾奇兵 跟舊版遊俠到底誰好誰壞喔 其實有點看戰況 那當然遇到亞美尼亞人 這個文明來說的話 可能他的薩瓦爾的鎧甲 就不是這麼的有用了 那也要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會不會轉出複合弓箭手 好 這邊有更多的重裝騎士 殺了進來 亞美尼亞人槍兵已經升級上去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雖然太少 雖然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防禦有加三點的效果 但重裝騎士的傷害實在是太高 好 這樣數量應該是減掉了 OK 終極到這一波的重裝騎士 好 現在亞美尼亞人城堡 現在總共有四棟 四棟城堡 有要打算出複合弓箭手嗎 下方已經升級好了 這個薩瓦爾騎兵喔 哇 遠防8 近防6 彈得要命 好 那這邊波斯人點下了大衝冊的升級 增幣技術 眼睛陸陸續續的補下 好 直接被戳爆 OK 薩瓦爾 他的優缺點喔 還是 蠻明顯的 血量少一點 還是對於其他單位喔 是一種劣勢喔 欸 這邊羅車還可以躲城堡 哎呀 細節 我們這個影片 示範到了非常多的新文明的玩法 那羅車這個單位喔 是比一般的礦場 還要更容易被打掉的 因為他的近戰防禦只有1加1喔 那也不是建築 他也算是建築裝甲 但是就是 防禦率喔 真是弱了一點 那採礦1D本是3加0 而且是1000滴 那羅車的話是只有330滴 血量部分就是會燒了一些 好那 那雅米尼亞人這裡補下了真兵技術 還有2起攻 縱火技術 步兵科技慢慢提了上去 那轉出來的單位 還是大部分的都是槍兵喔 先防守自己的領地喔 那T90也沒有想要去停止 就去爆騎士的意思 把大量的 撒瓦爾 這個王P 雅米尼亞人家裡一直往前送 哇靠 這個羅車原來也可以送到神任中心裡 基本上 都能塞了吧 塞到這個強風教堂蓋也OK喔 這個羅車 那羅車這個單位非常特別 他是不佔人口空間的 所以可以造幾百台羅車 都沒有問題喔 這邊用老頭稍微招搶一下 撒瓦爾 撒瓦爾這邊直接砍爆了大量的村民 槍兵開始往下追逐 左邊部分省英守住了 OK 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或是點下了銀罐或是工兵 準備補下了化學 工會制度三級伐木 還有這個專瓦技術 好 這邊開始互戳 換起來薩瓦爾 應該是擋不住這些槍兵了 唉唷 哇 最後一刀 薩瓦爾擊掉了槍兵 槍兵居然打輸了 好 那第一時間轉出來的是強弩 亞美尼亞人轉強弩 是比較好量彩出來的單位喔 但確定就是打戰毛兵 打不動 那如果你是用複合弓箭手的話 打戰毛兵喔 就綽綽有餘了 因為戰毛兵的防禦力會被無視掉 所以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 復合弓箭手的射程喔 是比戰毛兵還要低一點的 亞美尼亞的基礎射程喔 他的復合弓箭手是4點 那戰毛兵呢 則是5點喔 那所以總共是4加3等於7點 跟戰毛兵其實是一樣的 那以基礎來看的話 他是比戰毛兵還要低的 好 那看到復合弓箭手出來 而且點下金銳了 那金銳點完之後 血量會多一點點喔 那卡甲的部分也會稍微多一些些 但也沒多多少 其實有分沒有一樣 那他的無視裝甲的效果 是沒有辦法針對衝撤的喔 所以衝撤的部分喔 還是需要靠近戰單位去解決喔 會比較快一點 復合弓箭手打對方單位 是效果比較好的 這個11版的復合弓箭手 拉弓蠻直觀的齁 真的是把弓往前擺 然後往後拉 我蠻喜歡這個復合弓箭手 這個拉弓動畫 感覺甩弓甩起來蠻帥氣的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頂下三級的工兵台獎 190這邊轉出了更多的波斯工兵 還轉出了一些的馬功 非常多的大洛馬請超而出 正方的槍兵開始往前走喔 要頂一下羅車嗎 好 本來想要點巨頭但沒頂到 好 這時候亞美尼亞人點下印刷技術 傳一些老頭來招響 那這個戰鬥祭司喔 是不能招響的 但他可以撿聖物喔 哇 點更多聖女科技 那亞美尼亞人的老頭科技喔 是全滿的 什麼都有 好 那目前看到槍兵大量在這邊扛住 那亞美尼亞人的複合弓箭手 傷害實在太高 洛馬跟薩霸騎兵順滅就被蒸發 但很可惜喔 亞美尼亞人並沒有武士反 所以他攻擊速度喔 是他美中富足的一個缺點 好 那這時候點下了城堡技術 波斯洛倫現在有金冠了 傷害城堡來到17喔 11加4傷害 那一般來說只有11加4喔 衝擊1加3 對步兵也加3 對衝撤也加3的一個額外增傷喔 所以這邊槍兵 被這個子彈射到 會非常痛 這個就是城堡的動畫 有沒有看到那子彈從城堡裡面噴出來 那我們就簡單記就好 就是他會噴出這個子彈之後 這個傷害增加 大致上是這樣子 不用去記的太複雜 哇他打這個城堡 我打這個操戰看起來很痛 加3攻擊力真的蠻多的齁 JJ1跟城堡是有4發箭矢 加3的話就是4 3 12 每一次攻擊力都會增加12的概念 然後再對步兵又再加3 衝撤又加3 所以他解衝撤其實也很快齁 哇這樣波斯防守來說 也不會比橋盾還要差這感覺 那後方橋盾 波斯點出了火炮 打後方的亞美尼亞人 後方攻擊效果是很不錯 那亞美尼亞人的無視對方鎧甲傷害 對於上這個安賢戰士的重裝馬供 其實也是非常亮眼 很快就會打掉大量的鎧甲 還在練馬供雖然有多多 那最近的馬供喔 是日本的這個流敵馬 讓自己的馬供喔 打這個單位手更痛了一點 好這裡馬供 看起來要被解掉囉 速度攻擊手這邊扛住效果非常好 好 好波斯工兵 躺不住這邊的大軍 現在T900現在黃金隊缺乏 可能不能再產出更多的薩瓦爾奇兵 所以產出來也不太好 狠加蛛 remarkable 攻堅守一直strong 那現在這個情況可能要轉些頭死測 或者是要打更多的波斯工兵 進行反制 打戰毛兵的話可能會有點打不太回去 但我認為不是可以出一些 畢竟戰毛兵打工兵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波斯這裡有拇指環又有波斯的情況下 其實出戰毛兵意義也不是非常大 出一般的奴兵去反制可能會更好一點 波斯的牛兵是可以吃到五指環 戰毛兵雖然也可以吃到五指環 但沒有攻速加成的部分 我還是覺得這個情況真的是用波斯弓兵會更好 確實T90用波斯弓兵把對方的弓兵消減掉非常多的數量 槍兵也是完全潰不成軍 OK 弩命對射互相傷害 波斯弓兵消耗木頭非常大量 這邊木頭68個人挖 還只剩1000的庫存而已 那下方也都在小打小 一直有弱馬偷偷溜進去了 左邊城堡直接被打掉 從車差點又解掉這一根城堡 哇 亞美尼亞人城堡都掉了 哇 還沒想到燒起來的樣子 真的有夠像廢墟的 哇 亞美尼亞人城堡滿漂亮的 非常高喔 好 波斯弓兵繼續射擊 但是 亞美尼亞人展出了一些戰鬥祭司喔 這邊是有點金冠的喔 血量來到了125滴血 那坦度來說雖然沒有到非常炭 但至少還有1加4的坦度喔 遠防5 波斯弓兵只能射大概3滴血一發 要一點時間喔 才能把這個戰鬥祭司給射死 好 亞美尼亞人的復合攻堅手 開始往後撤 沒有前排了 後方的火炮可能威脅非常巨大 火炮能夠打掉嗎 要手動抽點火炮嗎 如果沒有機會去點一下 後方又轉出了一些強奴 畢竟強奴比 復合攻堅手射程多一點 4加3 5加3 8射程跟7射程 後方火炮拆掉了亞美尼亞的城堡 哇 這個城堡垮了非常的漂亮 哇 這個動畫啊 我真的覺得 四季力國捲進版 這個城堡跑的畫面真是 不管看幾次喔 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啊 不管是自己的還是敵人的 都有一種 哇 這動畫做得真好 這種感嘆 好 後方這邊轉出了更多的肉碼 跟波斯弓兵 亞美尼亞人的復合攻堅手 數量開始慢慢減少 城堡數量一直差2分 要產出復合攻堅手也很困難 而且黃金已經見底了 所以這邊要轉出更多的槍兵會更好 但槍兵不只能暫時喔 打贏對方的肉碼 攻堅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稍微 用後方的攻擊手去處理了 過來讓對方的波斯弓兵繼續拉打 被交換也是蠻虧的 好 這邊槍兵往前戳 戳到了一些馬攻數量 馬攻數量大幅下降了一些 只剩下9隻滿功了 好 右方火炮 繼續拆除右邊的攻擊器製造所 好 波斯這邊開始 極力的多線騷擾當中 欸 這台羅車 怎麼在這個位置 然後用聰明去砍一刀一滴 沒想到聰明對建築物的額外傷害效果 對羅車居然沒有用阿 所以聰明要打羅車居然要打這麼久 哇 這個又發現一個新世界了 原來打羅車要打這麼久 所以羅車來說應該是一個單位喔 我們看這個羅車血量是不是掉很快阿 唉唷 掉超快 真的不像是建築物的血量 OK 瞬間兩台羅車就被拆除 這邊大浪村民直接被波斯的大羅馬直接貫穿 羅車血量也是掉得非常快速 好 P90 開始用火炮 慢慢拆除外圍的軍事建築物 想要慢慢攻入敵方陣營 亞密尼亞也是拉了一堆槍兵 所以防守住上方的肉麻問題 亞密尼亞人依舊在這個高地進行最後的防守 只要這個高地一失守 亞密尼亞人就會全軍潰敗 所以他一定要把所有的兵力集中在這一點上 那也要特別小心對方火炮 火炮在這邊進攻 唉唷 打到了一些弓兵的血量 好 超越砍機回去 好 上方弓兵手 開始進行輸出 哇 這邊波斯弓兵有點慘喔 數量太少了 趕快退一下 沒想到最後亞美尼亞人是用出了大量弓兵喔 這個僑弩的部分開始往外推 那如果是這個組合的話 波斯就可以轉出大量戰卯進行反思了 最近在毛病的圓方比較高 開始亞美尼亞人用老頭招搶外圍建築物 直接招搶馬丘 讓他變成自己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拆除方式 找到了一個馬丘兩個 第三個有機會嗎 來不及找到就被老頭給射死了 後方老頭肉馬就去亂串 這時候波斯的黃金也已經歸零了 但他目前還有生物繼續產生黃金喔 裡面的生物是三個 亞美尼亞人這邊的生物 稍微看一下 也是三個 阿伯總共有六個生物喔 這只有亞美尼亞人喔 存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喔 那現在兩邊都是三生物互打 兩邊可以把對方摩死 這一場是一個精神力的對戰喔 誰出現龐大失誤死喔 或者是正面軍隊喔 一系之間崩塌喔 那誰就輸定了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人這一坨軍力喔 一定要保持住喔 如果這一坨突然消失的話 他基本上也不用打 好左邊的肉馬在持續操樓當中 T90的多線燒到 可是很厲害喔 唉唷這兩個還衝車 從哪裡過來的 開始在拆亞美尼亞之後城堡 好 好 後方的 封兵 再集結一下 這兩個還衝車 有機會拿下嗎 還差一點 1759 1570 1428 1286 好 1144 血量非常的慘 趕快秀一下 托斯怎麼這邊工兵死了一大片 哇這邊史上路經慘重 T90有點尷尬 這裡難道被翻盤回去了嗎 但是這邊肉馬又在持續操樓當中 村民處目前是亞美尼亞人 這邊村民比較落後 T90現在村民處懷142村 後面再來火炮又被收掉 哎呀 肉馬還是相當好用 嗯 雅美尼亞人還有一個特殊能力喔 他的戰劍喔可以一次射兩發劍 雅美尼亞人我是更看好他的海戰的 他的海戰可能會或許會成為以後賽事的首選海軍文明了 說不定喔 不定一次射兩發子彈喔 這件事情是非常誇張的 射一下是雙重弩炮 非常強 而且他聽說這個能力是戰劍死後 不用升級到弩炮戰劍喔 就是爽劍 右邊有台衝車 又被抓掉 亞美尼亞人 開始慢慢反攻回去 但是波斯這一大坨的衝車已經要來濱臨城下 這裡補了一些強化的教堂想要來防守 但這邊有非常多槍兵 看到槍兵直接往後走 要不要拿一些馬弓過來解一下呢 有安息人戰術的馬弓解長槍兵速度是很快的 這邊被吃到這些傷害非常痛 後方城堡開始射出子彈 這邊子彈打步兵傷害真傷非常誇張 直接秒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但是自己的衝車也是被解掉了兩台 下方的波斯工兵集結的位置有點怪怪 往前之後直接送了一波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 波斯工兵出來 後方的大路馬也想要騷擾 但是遇到非常多的長槍兵 這邊拉走拉的還蠻棒的 沒有直接擺給掉 通常打到後期 大家對於落馬的 生存 其實生死沒有那麼在意 就覺得送了就送了 反正我衝到他後面了 砍個一波就是了 但這邊還會細微操作一下 就是高手跟硬板人的差勢 好這一波再繼續往前 好左右兩邊 落馬繼續穿的出來 好落馬開始往下 好左邊強化教堂繼續拆除作業 這些教堂拆除 應該就可以進去了吧 因為現在有教堂 後面不太敢直接走進去 果然強化教堂雖然不會自動射進 對於敵人來說還是會有稍微一點害怕的心理 畢竟只要村民進去之後 他就會開始射箭了 雖然傷害跟城市中心差不多 但 但就是有點怕怕的 這邊工兵直接入侵到了農田地帶 這邊非常多村民直接被射爆 後方的強化教堂 也沒有村民來得及繼續進行防守 右邊部分也是想要用落馬進去騷擾 好 但是城堡的 金冠效果 抵擋這些肉馬傷害還是不錯的 增加 加三點的城堡傷害 還是很 打錯的單位都是很美麗的數字 好 這一坨波士工兵直接到後排 點了強奴 強奴直接死了一些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的經濟來到了 緊繃 只剩下緊山村 波士這邊按了更多的波士工兵 還有肉馬 馬崩 馬崩沒有繼續按 存了一些黃金 波士工兵再次反擊回去 哎唷 亞美尼亞人這邊轉出了戰寶兵 想要打擊波士工兵 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波士工兵結結敗退 好 這邊沒有肉馬了 可以反擊回去 先優先打強奴 還有可不可以手抄一下 不然這些戰毛兵 可以吸到波士工兵的傷害 就會有點虧了 好 這邊有非常多肉馬直接入侵到T90的左邊伐木區 T90準備要把木區給挖完了 哇 直接海景第一排 哇 這個城堡打肉馬好痛 好 更多的大軍會往前壓制 波士大肉馬開始往前 想要解掉後方的戰毛兵 那亞美尼亞人也是轉出一些肉馬 但肉馬完全頂不過波士大肉馬 畢竟馬鎧就少了三級馬鎧 而且也沒有辦法升級大大肉馬 只有欣騎並且升級 血量上也是輸的 房屋也是輸的 所以波士這邊轉出更多的肉馬 還有這個波士工兵 感覺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就是不要再配戰毛兵了 直接用這個暴力組合 A國西就好了 好 這邊村民中午有機會可以住進強化教堂 強化教堂反擊回去村民 不是村民 這個波士工兵 哇 48隻的工兵 太噁心了 波士工兵 後面再補一杯強化教堂 你和我唯�ights 正是滿滿的特色 真的覺得剋益力國 DLC都做的滿有 誠意的 只是水運作作而已 把這些 比較特別的地方 展現出來 但也不會做得太過ağı 發展喔 跟剛開始喔 是因為我絕地版乾出來的時候 太多了 那時候絕地版乾發售的時候 平衡性 做的跟屎一樣 甚至有一部分喔 還跑過去玩HD版 那現在經過了 四年的淬煉喔 絕地版的成果 真的是越做越好 不定玩家的數量一直在上升 而且DLC的文明也是越做越好玩 像波蘭阿波士尼亞 這些文明喔 還有普恩帝 那再來就是 亞美尼亞人 跟巧克雅人 還有一些最文明的重製喔 我都覺得做得很不錯 那 不提羅馬DLC的話 基本上 其他DLC我都覺得都很值得一買 好 左邊的層東西拆掉 這邊 雅美尼亞人 村民村子只要96村 這裡要是在被擊殺村民的話 可能會有點 經濟毀不太起來喔 好 那右邊大量戰武兵 直接扛住了 右邊的戰線 看更多洛馬過來 戰武兵有點危險 這邊奴兵試得非常開心 現在左右開攻的關係 讓雅美尼亞人有點過不到左邊了 左邊村民被土個一波 村民處降到時升84村 波斯這邊還有102村 往右邊走 結果這邊居然還有移動城堡資源 哪來的 從哪裡挖出來的城堡 這裡波斯工兵進行反擊 好 這邊直接卡了一個城堡下方的位置 這邊大量伐木工 可能要被波斯工兵給射爆 或許我們就不要理城堡了如何 直接往前射 好 那最後還是走在城堡下方 竹子這邊挖木頭的村民 連驢車也進去裡面了 螺車不是驢車 好 那目前 雅美尼亞人 村民之處只剩下81村 波斯只有87村 不能再多 好 在這邊房屋建塔 效果還是不錯的 雖然他自己也是損失了超大量村民數 兩名村民數都降到非常的低位 但波斯這邊種依舊還是200人口 滿批狀態 但亞美尼亞人人口只剩下150人口左右了 看起來亞美尼亞人可能會先涼涼了 哇 這邊 損失有點多 這個雙重城堡 夾擊攻兵 速量掉很快 速量掉很快 有一坨毒兵過來 T90想要死對方放棄 這一波的會戰 現在T90應該內心在想 趕快投降吧 我已經打到你家裡了 你應該快沒精氣了吧 但T90機器也算是滿岌岌可危的 每一個支援都沒有滿千的這個數量 好 但是亞美尼亞人最後還是打出了GG 出了577隻的波斯公兵 對上521隻的疾兵 哇 這一場真是打得有夠久 也是非常充分展現了 新文明的跟重製波斯文明的一些特性 雖然沒有看到戰象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有波斯這邊拿下非常多的勝利 黃金的話則是拿出了一點點而已 那木材部分 雖然說是亞美尼亞人的木材 工作效率更好一點 但是波斯人的TC 很快的關係 所以村民領先來說 還是贏了一個檔次 他這個村民的線 這個線位還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來看到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是亞美尼亞人的KD值 是比較好 1.12的KD 波斯只有0.89 所以實質上來說 亞美尼亞人的複合弓箭手 還是有counter到波斯人的這個薩瓦的奇兵 所以波斯人這邊只能用自己的波斯弓兵呢 進行反制 那波斯弓兵本身沒有三級色 手也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跟亞美尼亞人對色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優勢了 甚至是有點誤誤開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